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同是爱女 而且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 就连妻子也在节目中大吐苦水 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今天便给大家分享于天的故事 台湾娱乐圈长青树于天 早前因次女于怨起 不敌直肠癌病魔逝世 让身为父亲的她深受打击 她从宝岛歌王到正圈人物 风光的背后却是天人两格的悲痛 于天的人生路波折重重 两个弟弟 父亲到女儿都陆续先走一步 令人悲叹 造化弄人 根据TVBS报道 于天曾凭荣树下红遍大街小巷 出道58年的她 7岁时参加歌唱比赛跨入歌坛 便于节目群星会展露头角 1978年和李亚平结婚 诞下三名宝贝儿女 后来成立了台湾文化演艺推广协会 帮助演艺人员争取舞台及工作权 更成立全国艺能总工会担任李市长 2007年她接受民进党征召 参选台北线第三选区的立法委员 正式踏入政坛 于天在2008年从演艺圈转站政坛 不幸的是 于院起却在2014年离患直肠癌第三期 来年她从床上摔下 撞伤眼睛导致视网膜剥离 手术治疗留有偏头痛后一症 2016年就医检查发现脑部淤血 进行脑部手术 同年她的父亲于志华病逝 她悲痛发文 没了妈又没了爸 心好痛 心好痛啊 但容遵循父亲遗愿继续从政 举办风买演唱会 并于2019年睽违七年回任立委 2020年顺利连任立委至今 于天曾因多方压力 导致她多次在半夜惊醒 甚至大叫着摔下床 今年累到神星焦脆 于天于李阿平爱女于怨起 饱受病魔摧残八年 不久前撒手人寰 使她俩死生难以抹灭的痛 而在1992年 于天的三弟鱼龙 因汤明雄纵火 烧毁神话世界KTV 来不及逃生而葬身火海 四弟于复兴则因意识贪念 走私30公斤非法药品被捕 2006年在厦门被处以死刑 当年于天非常自责 自己没让从小送人收养的弟弟走上正途 据了解于家昔日贫困 于天有四个弟弟 一个妹妹 上有一个姐姐 于复兴读小学时就送人收养 于天一直对这个弟弟深感愧疚 与于天的弟弟 缩属同一个义工队的曹西明 日前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感慨 一路看着于天带弟弟闯歌坛 照顾爸爸 照顾整个家族 相当的不容易 从群星会唱到现在 不知道陪伴着多少人长大 这边话题不断 神分转换 受到众人批判谩骂 仍然一路撑过来了 近日于家终于有喜事临门了 于天的儿子于湘泉 和小12岁的女友柔柔 已经稳定交往五年 于2022年12月2日传来好消息 宣布两人正式订婚 外界一直很好奇 两人何时会结婚 由于于湘泉的二姐于怨起 在2022年8月病逝 因此两人决定先订婚 等到一年后再办婚礼和登记 不过柔柔秀出两克拉的钻戒 也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喜讯 根据三类新闻报道 两克拉的钻戒 其实是于湘泉的妈妈李亚平送的 是从李亚平的姥姥手中 所流传下来的传家之宝 所以说是意义重大 据了解 约在两周前 李亚平把柔柔叫进房间 把这颗两克拉的戒指交给她 希望她与于湘泉能开始筹备婚事 李亚平也把柔柔当作是一家人 这样的举动也象征着订婚仪式 于湘泉指出 她本来要给柔柔一个惊喜 但现在还不能讲 最近解封应该会去国外再给她 于湘泉也透露 将开始着手准备求婚仪式 打算在国外举行 也会办两场婚礼 分别为传统仪式和海边派退 于湘泉说 柔柔婚礼 想要在海边办party 而传统的婚礼 则是给爸妈竞争的 她也指出 结婚后想做人工受孕 或试管婴儿 一次生个双胞胎 性别是一男一女 而李亚平则是希望 两个都是女生 于湘泉还透露 现在我爸妈吃饭 都会一直要柔柔夺吃一点 把身体养好 希望赶快报孙 李亚平和儿子于湘泉 日前上中天综艺台的节目 小明星大跟班 讨论主题 妈 对不起 这个秘密满了你这么久 李亚平认为于湘泉越来越成熟懂事 应该没有什么大事瞒着她 这让主持人武宗宪忍不住开她玩笑 于家就一个男的 家里一些遗产 你要慢慢处理好 李亚平一听气得反击 还有吴宗宪的儿子陆西派也等着 于湘泉表示 隐瞒妈妈的事是偷买房子 我只是要证明我已经长大 也有能力可以照顾自己 我知道妈妈的个性 她一定会说钱不够会赞助我 但我想要靠自己 李亚平则认为 有能力买房是好事 但她更想知道 于湘泉为什么想搬出去住 于湘泉给出的解释是 妈妈有时候管我管得太多 我不希望妈妈操心 但我又留一个小清房给妈妈 听到这解释 李亚平掩面痛哭 你不要讲那么多 你就是嫌我唠叨 我觉得最体贴我的就是她 我就她一个男孩子 她竟然嫌我唠叨 而且你根本就不用买房子 我们两个老的已经决定去老人院 于湘泉健壮 平平安抚 因为我前阵子常看到 你为了二姐的事偷哭 我们一定会携手渡过难关 你为了这个家已经付出很多了 李亚平向来个性直率 说话呛了 之前于天曾自曝 二十年以上没有夫妻生活 这让李亚平也忍不住反击 她床上功夫不好 更爆料 于天婚前是一夜七次郎 婚后便七天一次郎 现在更是七年一次郎 在节目《综艺大热门》上 房市再被提及 这也让她忍不住变脸 女星梁凯莉不仅思想爱哭 也常在节目上落泪 为了测试她的抗压能力 她在《综艺大热门》中 挑战访问李亚平 而节目安排的第一道问题 就让她紧张到全身发抖 直直呜呜念出 于于天大哥说 从政赔掉五栋房子 请问是在哪里的五栋房子呢 李亚平叹气回道 这关你什么事啊 梁凯莉却不死心继续追问 这让李亚平怒火中烧 你要买给我吗 你没有钱就不要说废话 想不到下一题更猛 让她赶紧说是任务卡上写的 亚平姐曾说 于天大哥床上功夫不好 请问于天大哥 睡前哪些坏习惯让你不满 李亚平听完瞬间变脸 反问 奇怪了 你为什么会问这问题 你是跟于天大哥有什么关系吗 你不满意是不是 我很满意我生了三个 虽然李亚平做事不爽 但其实她只是配合演出 还主动给梁凯莉一个暖心的拥抱 吴宗献则在一旁笑慧 大姐心很好 脾气很坏 李亚平和于天两人结婚已经超过40年 是人人称献的神仙夫妻党 不过常上新闻版面的于天一家人 先前上节目时 却爆出两人想离婚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于天一家上节目小燕之夜时 李亚平说 结婚四十几年来 我与于天曾多次闹离婚 因为她一心一意想要从政 让我非常不能接受 李亚平说 有次我去到李家出走 结果我车子开到五谷时 突然被警察拦下 那次才让于天把我挽回 不过后来有好几次 因为她太忙 完全忘记我负弃李家 这让我更不爽 不过最让李亚平受不劳的是 于天平常上厕所都会很久不出来 某天她终于忍不住怒火 飙骂于天 站着毛坑不拉屎 你哪来那么多大便啊 李亚平当下立刻搭飞机跑到加拿大 找女儿于小平哭诉 而且一待就是一个月 夫妻俩因为这件事情 差点闹到离婚 但节目录到后面 夫妻俩则表示 虽然曾闹过多次离婚 不过两人都在暂时分开后 感到生活不能没有对方 因此两人又恩爱到现在 2018年 于天在电视节目中自曝健康亮红灯 此前曾检查出 社护腺癌第三期 医生当时曾警告她 手势后会影响刑防 但她和李亚平已经超过20年 没有夫妻生活 觉得切了也没什么影响 她首度透露原因 已经是老夫老妻了 而且我又忙每天一大堆事情 其实回家就很累了 至于李亚平没跟她抱怨 于天暧昧大笑表示 她怎么抱怨 她都不会主动啊 以前都是我主动 她从来也没主动过 于天还说 其实医生也判断可能是太久没用 导致离矮悲剧 反正也没再用了 拿掉就拿掉 会有什么关系呢 于天还表示 老婆李亚平会叮咛她注意饮食 少吃太甜太咸的食物 另外 吴宗献听闻于天生病的消息 除了希望她能平安度过 也谈及自己父亲也是社护县壮大 只要多吃西红柿 就能保护社护县 2020年 于天在节目上报 12年闯入政坛的干苦坛 外表风光的她却叹 12年陪光五栋房产 现在零房产的她酷笑 现住的房子也是别人的 选战期间 于天遭敌方阵营质疑她存款 突击增387万元 半年缴完600万贷款 她无奈澄清 前者是儿子的6年储蓄险到期令回 后者明明是6年还清 忍不住很酸对方 你要攻击抹黑也不看清楚 李阿平则曾爆料家里被卖光一事 海马嫁给你真倒霉 于天也身不由己地解释 党力为一职后 无法继续唱歌赚钱 每月零死薪水 怎么可能够了 况且服务处也很烧钱 光电租就要3至4万元 还要付助理薪水 地方跑摊红包 白包 一场2000元算 这样要跑几摊都倒贴了 于天不会言透露 12年内共卖掉5间房产 其中2间位在台中 如今财产申报的房子 还不是我的 我没有房产啊 房子贷困还是跟人家借的 担保我付 对于财产都撒在正坛路上 有人直问 会不会觉得民进党亏欠你很多 于天不后悔地表示 这也是我自己要走的路 我选择的路就是这样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只要不后悔就行 祝福于天越来越好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